行了 我顺手给你把这个忙帮了 告诉你的同学 马上就能来上班 谢二伯伯 他叫什么 那个叫脸脸 这个这个 这是他的简历 哎呀 简历都用不着 等我好消息 二伯 就说 哎呀 等我 还有点戏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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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大山里面吗 怎么感觉有一万个人在回答我 爸爸 爸爸 我终于当上保安了 爸爸 爸爸 你看我摔不摔 摔 爸爸 你看 你看 你看我穿这身好不好看 爸爸 爸爸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此时此刻的我非常激动 爸爸 再见 我们一会儿再聊 爸爸 小脸啊 哎呀 张经理 哎呀 张经理 以后咱别这么客气啊 你就叫我小鱼就行 好好好 小鱼啊 来来来来来 嗯 坐喝水啊 谢谢 谢谢 小鱼啊 这回呀 你表现非常好 谢谢 这么多人来讨我们这个保安 别人都没选上 就选了你 为啥 因为你最出色 谢谢 谢谢张经理 放心 放心 我只要当着保安 我会满足你对保安的一切想象 我呀 一定要堂堂正正当个保安 好的 好 谢谢 大姐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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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点都没错啊 啊 大姐夫这拍头子挺足儿 啊 大姐夫 你这脖子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颈椎不舒服 医生让我带这个东西累累 都说你脖子不打弯 你打个弯我看看 没事 没事 我跟你说 一会儿给你介绍 来来来 吃饭 大姐夫 怎么在 我听说咱怎么在要招个保安呢 对对对 我跟你说 我们已经招完了 招到他 小鱼 小鱼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夫 天 你好 妹夫 你叫谁妹夫呢 对不起 你叫谁妹夫呢 你啊 你控制点 你别闹了 那个 对不起 我今天第一天当保安有点激动 你别见怪 招求你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 看你新来的啊 我跟你一般见识 不好意思 怎么称呼你啊 免贵姓鱼 姓鱼啊 大姐姓鱼不合适 怎么的呢 怎么的 姓鱼 你多多鱼啊 谁 谁多鱼 那姓什么合适啊 你找个姓脸的呀 你找个姓脸的来当保安 多给你长脸呢 什么逻辑啊这是 这不合适 我跟你说 你招不招保安合不合适 不是你说了算的 照经理一下 对 小鬼 这个说得好 哎呦 哎呦 我说新来的 看来你对我还是不太了解啊 我只能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您说 嗯 你还不认识我吧 我不认识 银行邻居们 大口那我是谁 谁是谁 太杀 盘怎么的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 你们怕不怕我 我怕 这就是力量 不是 就是你 你这妹夫这么厉害吗 不是 我都习惯了 这些年她一直欺负我 这不是 帅帅 来来来 你给人家一个新来的保安 给人家招什么急啊 我看着她就不顺眼 来来来来 你过来 坐坐坐 来 帅帅 你这找回来有事啊 是 你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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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渴 我不会渴不 你冷不 好点吧 顺芳 我怎么感觉拔脸拔脸的呢 没有啊 我这衣服这 他也不是冰锅的 我这顺芳啊 这么多年了 你可从来没这样对过我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 是 我找你办的事已经办完了 啥事啊 谢谢啊 好了 兄弟 祝贺你 谢谢 祝贺你被解雇了 怎么我就被解雇了 不是不是 怎么回事 兄弟 什么 你怎么给人家解雇了 这是我们经过挑选选拔的 你凭啥给人家解雇了 是啊 我觉得他不合适啊 你凭啥觉得他不合适啊 我是业主啊 怎么的 那我问你 他哪儿不合适 他哪儿不合适 哪儿不合 长得就不合适 人家长得怎么不合适啊 谁长得不合适啊 你脸怎么长得这么长呢 是不是 他赶紧各招了呢 你以为你这是优点吗 我骄傲 你这是巨大的缺点 你知道吗 我怎么就巨大缺点了 作为一个保安 你是维持安全的 万一碰上个小偷 其他的保安全隐蔽起来了 你还露着半张脸 你多容易暴露目标啊 这也算缺点啊 还有 啥呀 瞧你这瘦得跟个杆似的 三级以上的风 都能把你吹跑喽 还有 这小偷要是躲在洞里边 你能咕噜进去吗 咋的你能咕噜进去啊 我就能咕噜进去 不是赵经理他真会咕噜啊 他会 他外号小肚豆 你就咕噜不进去 你咕噜咕噜半截 你卡住了 啥意思赵经理 这跟他有关系吗 跟他没关系 我刚快 我还 哎 顺范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人家不行 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人才啊 我就知道你这事儿 对吧 你是我大姐夫啊 对不对 你推荐谁啊 简历 简历 还有简历呢 去去去 别去 看什么看 哎呦 顺范啊 哎 你推荐这人不错呀 优秀人才吧 绝对优秀啊 你看 跟条件太好了呀 顺范啊 我觉得可以 这个小鱼啊 这么着 今天呢 你先回家休息 好吧 明天你过来啊 你听我的 你听经理的啊 好呗 咋的啦 这都干啥呀 就因为不会毒了啊 不是 不会毒了 我跟你说 张经理你啥也不用说了 你带上人心了 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这正气 悲埋的你 哎呀 哎呀 这才是一家人哪 哎呦你今天这个举动 令我刮木箱 哎 令我佩服的五体头啊 哎呀 要这样的话 我敲锣打鼓 在接近邻居面前 我宣传宣传你 顺范啊 哎 我要是把你这人招了 你以后不许欺负我 我敲锣打鼓 我宣传你 敲锣打鼓宣传我 说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好嘞好嘞 大家挺着 兄弟兄弟 成功吗 成功了 挺好那挺好那挺好 成功的让人年糟了 谁也听你啊 会鼓着那男的 来来来 哼 他呀 哦 二姑父 干啥呀 你免他干啥呀 他不是咱的人啊 你免的就是咱的人啊 他就是我的同学 哎呦我的妈 哎你不说你姓鱼吗 我是姓鱼啊 你不说你那同学姓脸吗 有姓脸的吗 你不姓脸呢 我不姓脸 我我我我姓鱼叫鱼小脸 小明叫脸脸 哎呀妈呀 你叫鱼小脸谁信呢 行行行了 误会了啊 误会了误会了没问题 没问题这是我大姐 误会了 我让你去上岗 别管了没事 叫我叫我 哎哎哎哎哎 大姐吧 哎哎哎 怎么的 哎呀 我求你帮的忙 你也给我帮了啊 我谢谢你啊 小蜆 我给你帮的忙也帮了啊 这小伙子不错 不用撕碎他了 你就用他就完了啊 好了没我事了再见 成了成了成了 哎哎哎哎哎 是不是是不是 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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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了 他不行 他怎么不行啊 他不能要 怎么不能要啊 他条件不行 长得有问题啊 人家长得怎么了 一表人才的 脸太长啊 容易暴露目标啊 脸长那才是最大的优点啊 怎么呢 你说闭上个小偷 还不得埋伏啊 好了 大伙他一埋伏 露半张脸 小偷一看就吓死了 你说啥 另外他体格也不行啊 他在北门站岗 风一吹刮跑了 哎 他省人了呢 怎么呢 他站在北门 来一阵风 唰把他脸刮到南门去了 省俩人 另外他也不会专动了 对 他不会咕噜 他卡在那了 对 哎呀我的天哪 就他这标准身材 长得跟金咕噜棒似的 他不用咕噜啊 一吐就把小偷吐出来了 是不是啊 哎 你说他行啊 当然行 优秀人才啊 必须找是不是啊 必须把他招进来 哦 是这个呀 哎 是不是 没问题 咱俩在家 谁老大呀 那当然是你老大呀 咱俩在家谁说了算呢 那就你说了算 咱俩是谁 拷着谁头发成长级来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 踩着你的肩膀 拷着你的头发 是什么的 房子的首付大头谁付的 你 你付的 最重要的是房子的按揭贷款 以后谁敲 按揭贷款 我帮你这样 我跟你说你欠我的 我我给行了吧 这不也是街坊邻居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我回头慢慢跟他们说 那不行 今天是个好日子 而且你说了 你说要敲锣大骨的给我写 来 王老千 你们俩快 把罗盒的裙给我拿过来 快点 还行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天上掉个馅饼 今儿你大姐夫太高兴了 怎么的 来来来 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可不得了了 来 干什么 拿着 啊 我跟你说 一会儿我一咳嗽 你就敲锣 明白了不 明白了 哎呀 我得说你 你说你多好的条件 啊 来堂堂正正的进兵 靠自己的实力 嗯 用得着找人吗 我已经跟他说了 他不信 他说哎呀 找 拱固拱固嘛 就是 我 那我不也是好心嘛 这事也不赖我 要来赖我二姑父 哎呦 王老千 你可真没良心 我可帮你的忙啊 我跟你说 这事我给你说句公道话 还真不赖你二姑父 要来就赖你 就赖你 你说你找个明白人 你找个傻子能干什么呀 你说 不是 你这事我混件了 大姑父我混件了 不是 赵经理啊 无论怎么说 这事我要谢谢你啊 我跟你说小鱼 哎 我要感谢你 嗯 我要感谢你 你明白不 为什么呀 我真的感谢你 你不知道 他知道 这些年 他压了我多少年 你明白不 啊 他压死我了 你懂不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今儿你这事 我这气完全出来了 我跟你说 什么 紧追不紧追的 我跟你说 全好 我告诉你 我骄傲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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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生坊 哎 你给我敲打鼓 跟我小区巡逻去 不是 那个赵经理 哎 我现在请求上岗 批准上岗开始 好了 各位机房邻居们 注意了 那个接下来 我们赵经理 要有事情 向大家宣布 各位机房邻居 前生坊有冲药发表演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小龙 哎 说 我 我们家赵刚子是 走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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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首 首富的大头是 赵刚子操的 还有 还有 我踩着他肩膀 擦着他 先雨昊着他头发 端上去的 哎呀 哎 所以你这边的邻居 这边的反应要 这边的邻居 这边的邻居 朋友大家好 啊 我们家首富的大头 谁负的 我家首富的大头 他他他他 好吧 谁在那边呢 那边 你拿着你啊 你给我含着点 你 这边 这边 咱们含着会有一些 我 吴 啥事也犯不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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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